北京时间25日中午12点10分,亚运会网球南单决赛在练日下举行。 这是时隔,24年中国选手再次进入亚运会网球南单决赛,杭州小将吴亦炳,历经两个多小时的三排苦战,一忧,二二比忧,六比七负于乌兹别克对手伊斯托宁,遗憾获得银牌,与世界排名曾达到34位的伊斯托宁的决赛。 吴亦炳第一盘轻松拿下,第三盘2比4落后的局面下,一度半超位5比4,但最后功亏一亏,失利那一刻,吴亦炳一度坐在休息席上,埋头足足三四分钟后,才走向教练团队拒异,昨晚打得激烈。 比赛结束是晚了点,不能说都没影响,但这不是根本原因,对手发挥得好,发球对我威胁大,让我有些受压迫。 前一天晚上与韩国选手李德西进行的半决赛结束后,已经是过了当地时间晚上11点了,这对吴亦炳决赛的发挥肯定有影响。 1999年出生的无意饼谈途中,并不想为自己找客观原因,第一次参加亚运会,收获得尽管不是最闪耀的金牌,他在遗憾的同时,也表示了对自己的肯定,一场场打下来,也是收获很大,对自己也更有信心了。 他否定了外界称,他要把世界排名,一排名内,作为一个阶段目标,排名不是挂在嘴上的,只有通过艰苦的训练和比赛才可能达到,不会去努力。 他也不否认自己希望担当新一代男网领军人物的使命感,能力越强,责任越大。 我认为自己可以做得到,这次亚运会时间,与美国网球公开赛有一定重合,吴义饼决定参加亚运会,也仍于他对代表国家出征赛事的珍惜。 代表国家队,很神圣,比如戴雷斯杯团体赛,亚运会等,这是使命,现在美网资格赛已经开始,我错过了。 接下来准备休息下,赛钱,钱报记者联系,到了吴义饼的妈妈吴芳女士,虽然这次他没有陪儿子出征,但他还是以微信短信的方式向记者发来壮志际语,希望阿炳承载中国男子网球的梦想,打出青春激情,立身冠军获得东京奥运会入场券,更为杭州亚运打好基础。 吴义饼说,拿美网青少年赛单打冠军,都已经是一年前的事情了,他不会回首过去,重要的是做好未来。 谈到此次没有如愿获取奥运门票,吴义饼相信有许多积分赛,只要脚踏实地,一定会水到渠成。 而谈到妈妈,她说自己最想说的是,我想你,2022年亚运会在杭州举行,而吴义饼就是杭州人,我是土生土长的杭州人,亚运会四年后将在自己的家乡举行。 我很期待,这也会成为我今后的奋斗目标之一,这次没拿金,想回杭州啊。